停在台灣 停在家鄉 所以當我這個機票訂好這個時段的時候 我是抱著一個非常開心喜悅的心 因為我想到回到台灣就可以大吃大喝 我已經大概快一年沒有回來 結果沒想到回來遇到這個禁食禱告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有人就跟我說你可以禁一餐兩餐 然後就不用禁全部 你還是可以吃台灣的東西 那我長期在外面這樣跑 其實一天如果只是一餐 對我來講還不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常常幹這種事情 有時候有一餐沒一餐的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我想說就是來台灣 就有什麼東西可以禁的 然後可以挑戰我的 跨出我的舒適圈 然後我又可以同時間在台灣 還可以過得不錯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禁肉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禁肉 台灣吃素的還蠻多的 所以要買一些食物什麼不是很難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我蠻愛吃肉的 我就禁食禁肉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子嘗試 然後還蠻有意思的 頭有點昏 可能沒有蛋白質 不過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我相信神讓我此時此刻來到台灣 就是可以加入這個潮流裡面 然後跟大家一起進食禱告 我相信神會給我們很大的一個獎賞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這個Healing through Creativity 就是創意帶下一致 一致創意 因為大家都認識我嗎 沒有齁 好 我是 看到大家有點疑惑 我現在還講 我是在台灣出生 然後我在美國長大 那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就在洛杉磯的華人教會服飾 那在2010年神把我帶回台灣 然後那時候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加入台北靈良堂聚會 那到2015 到2015神又把我帶去伯特利 然後我在伯特利Bethel Church 我總共待了六年 那我本來是一個 傳福音對我來講不是男士 因為我大學畢業 我就開始傳教嘛 所以這是我的本行 可是畫畫對我來講是個極限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意義 我就不曉得幹嘛要畫畫 可是我在伯特利的時候 上課三年 我在那邊讀書讀三年 然後後面三年 我在那邊開了一個事工 然後我帶那邊的學生 一起服飾當地的一些中國飛行員 所以我在那邊後面三年 我是在伯特利教會服飾 那我前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遇到了我的屬靈媽媽 Teresa Teresa Deadman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特別喜歡我 我知道如果遇到她就是要畫畫 可是我走到哪裡都會遇到她 就是我甚至常常看到她從這個門進來 我就會從那個門溜出去 因為我知道她等一下看到我又要叫我畫畫 那我畫畫真的畫得很爛 我都是畫那個火柴人的畫 可是她卻非常喜歡挑戰我的極限 我會留在那邊那麼多年也是因為她 那我從一個不會畫畫 然後對畫畫也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們在伯特利他們可能是 呃 會畫 就是畫畫是他們的一個Hobby 是他們的一個這個興趣 平常沒事他們就會拿筆在課本上畫 你們有人這樣子嗎 就是在他們旁邊 我也是 所以沒關係 我們都一樣的 我們有很多的我的那些 因為我後來就是在台上繪畫 我就變成是那個 伯特利的先知繪畫侍奉團隊裡面的人 然後每次有特惠我都上去畫 那旁邊就是很多高手 他們就是天生就很會畫畫 甚至還有在迪士尼工作的一個老伯伯 超厲害的 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在台上畫 我還沒敬拜前我就已經開始在背畫了 他就是一個空空的畫布 然後準備要敬拜了 他就輕輕鬆鬆的上去 然後年紀有點大 還有人扶他上到那個舞台上 然後他就開始一個很大的畫布 40分鐘畫了一個山水畫出來 好厲害 他是在那個迪士尼在迪士尼工作的 退休到那邊去的 所以各式各樣的高手都有 那就是我 我是真的不是那麼喜歡畫畫 就是沒事我不會去拿個筆起來畫 然後我對這個畫畫也沒有太多的這個熱情 可是我知道當神要我畫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畫 因為我知道神就是要我使用圖片 來釋放出他的一個信息 對 因為我們人有人是左腦有人是右腦 今天早上那個弟兄他有說他看文字的時候 他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去吸收 那這樣他就應該是個圖片型的人 就是visionary person 那這樣子的時候就是圖片就可以 神就會藉著圖片對你說話 對 所以我現在在畫畫都是 像是一個任務啊 就是神跟我講說要畫一幅畫 我就乖乖的去把它伸出來 每一次 為什麼說伸出來 因為我每一次在畫畫感覺很像在生產 我覺得很用力很用力 花了好像好幾個小時 可能三四十個小時 然後把它伸出來這樣子 那生產的過程不是開心的 可是當生出來了以後會很開心 然後神又要你把它送給別人 祝福別人 那個得出來的果子又是更開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一起來體驗 我想要跟大家強調的是說 我不想要強調在繪畫上面 因為我們在伯特利的團隊 我們是創意侍奉團隊 就是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團隊 不只是畫畫的 我們也有唱歌的 也有跳舞的 然後還有做服裝的 還有 對 寫詩 就寫文章的 然後還有煮菜的 你們知道煮菜 也可以藉著煮菜 釋放出一個他想釋放的信息嗎 你們有沒有去過人家家裡吃飯 我是常常這樣子 我自己不會煮飯 所以我都去人家家吃飯 有時候那個對方煮的一道菜 愛就是你最喜歡的一道 你都沒有跟他講 可是你就吃到你想吃的東西 那就是神在 藉著這個食物 對你釋放出他對你的愛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 也有造型 也是可以帶下神的同在 然後我們在那邊也是 看過很多很多神機 對 就是 不曉得你們都知道Bethel教會嗎 博特利 不知道 都知道嘛 都有去過的人嗎 有沒有人去過 Jesse Chin 是是是 好 那我稍微形容一下那邊 因為我在那邊住了六年 那邊是一個好山好水好無聊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鄉下 我們最近的中國超市要開車開兩個半小時 對 高速公路開兩個半小時 那邊的中國菜都是遍老外的 完全都不好吃 然後就是 去到哪裡十分鐘就可以到 就真的很鄉下 你就想我們的什麼雲林 那種地方吧 雲林還有7-11 我那邊沒有 那 除了 就除了Bethel Church之外 就是沒什麼好玩的 那Bethel Church在那個地方呢 就是也創造了一個神機 就是他們在那個地方 藉著教會 藉著那邊的學生 然後帶下了很多的這個外展 就是去外面傳福音 然後有很多創意式傳福音的方式 我們介入很多的社區工作 各式各樣的都有 我們會去醫院裡面唱歌畫畫跳舞給病人 對 可是在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可能不能去醫院唱詩歌啊 你不能去醫院傳教 所以我們去了醫院 我們就必須要聽這個 我們就必須要唱病人想要聽的歌 比如說病人想要聽周杰倫 你就要唱周杰倫 你不能夠唱奇異恩典 OK 像這樣 如果你唱奇異恩典 他就會懷疑你要傳福音給他 然後你就有麻煩了 你就可能被告 所以美國現在是這個樣子 基督教立國的國家變成這樣 Anyway 所以我們就用很有創意的方式 來去跟他們傳福音 我們進去我們就問他說 你想聽什麼歌 我們就唱給他聽 然後我們旁邊會有dancer在開始跳舞 然後會有人在旁邊畫畫 畫一張卡片送給他 因為這個樣子帶下了很多的神機 有些人因為這些舉動 感覺到神在對他們說話 感覺到神的愛 然後我們也有這些藝術家去咖啡廳 在咖啡廳裡面做同樣的事情 就咖啡廳旁邊有個桌子 他就在旁邊開始畫畫送人卡片 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都有做過這些事情了 就是畫畫卡片 先知性繪畫這些有上過嗎 上禮拜 上上禮拜 對 Justine嘛 對不對 他有教你們畫卡片什麼的嘛 送人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就是你從神那邊領受一個東西 把它畫出來 然後送給那個人 我自己本身常常這樣子做 以前我會畫啦 現在我就是把我的畫 把它印成卡片 我等一下會送給你們 然後我出去我就會 拿著我的卡片送人 然後神會啟示我說 這個卡片應該要給哪個人 有的時候我給了 就是因為我全世界到處跑 有時候給到我路上遇到的人 我都沒有說話 然後他們看到我的卡片 自己看了就哭了 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這就是神 藉著你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來釋放祂的心意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跟隔壁的說 神要藉著你所創作的東西 釋放祂的心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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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 神也要藉著你所創作出來的東西 釋放一致 隔壁的講 因為神是一個創造性的神 我們都是神所創作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神是一個Creative God 祂是個很有創意的神 你看祂創造的東西 每個人都不一樣 多有創意啊 對不對 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樣的人嗎 就算是雙胞胎也沒有完全一樣嘛 所以神的創意的功力是很高的 那你是祂的孩子 所以你也有創意 那當你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跟神合作 當你跟神合作的時候 天就開了 神機就出現了 那我今天比較想要 Focus的是在醫治 可以讓我揮揮手 讓我知道誰要去肯亞 喔 都是要去肯亞的 我為你們感到開心 喔 給自己鼓勵一下 喔 我超想去的 可是我每一次都沒有跟上這個時間 每次四月我都剛好有事情在別的國家 喔 超級想去 不過今天我impart你們 讓你們去就代表我去了 Yeah 這個有去過 第一次要去非洲的舉手 第一次要去非洲的 喔 OK 好 謝謝 Yeah 非洲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Yeah 我去了幾次 然後在那邊 就是真的等著經歷神機其事 對 很隨隨便便禱告一下 就有人病得醫治 所以我為你們感到很興奮 你們將要看到很多神機 Yeah 尤其是當你花時間 去創作一個東西的時候 神絕對會獎賞你 好 這個照片是 你們知道我在哪個國家嗎 欸 厲害 厲害 看那個衣服 所以這是像2022年 我那時候人在以色列 然後有個朋友找我去印度 去那邊教創意的課 我很不想去 因為很遠 然後我又要回去加州要投票 我們那個州長投票 所以我沒有什麼時間 可是神說去 好 沒辦法 我就只好擠 擠了三天時間就要去 那 我從東東飛到印度 然後在那邊要待三天 我就要馬上飛到美洲 所以一路都很累 所以我人到了印度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直在睡覺 從頭到尾我就一直躲在房間裡面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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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時差 然後一切traveling 很辛苦 很累 然後我其實不是很想要去 我被他們搞得很生氣 我要抱怨一下 OK 有去過印度的舉手 有沒有人去過 好 兩位 我真的覺得印度可以跟非洲比 以前人家都講說沒有什麼美國時間 我要為美國人叫冤 我們美國人其實還算滿守時的 那個非洲就有那個African time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Be ready 就是跟你說四點可能七點才到 結果沒想到到了印度更誇張 這個非洲已經先跟你坦承了 就是我們會遲到 這就是我們African time OK 然後可是你到印度的時候 他們會跟你說 好好好 我們就是九點 然後飯店樓下集合見 然後我們就一起開車去大堂 去大會 九點 那我是不是八點起來吃早餐 吃完早餐 預備好 等他 對不對 那我不是說我很累 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覺 所以我還這樣子起來 然後八點 get ready 吃早餐 吃完早餐以後在Lobby等他們 九點到了 他們才大剌剌的從樓上下來 才準備要吃早餐 一次就算了 每天都給我這樣 我真的很想翻臉 想罵人 我說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就直接講說你會遲到 我們晚一點 我可以多睡一下 我想說這印度的人真的是 一點都不重視時間 真的是很欠罵 那都不知道時間就這樣子浪費掉了嗎 後來呢 我就有點complain 跟他們的那邊的host complain一下 他說 其實在我們印度啊 遲到三個小時還算正常 我那時候真的無言 很生氣 很生氣 心中滿肚子火 你知道嗎 肚子滿 不是心中滿肚子 肚子滿肚子火 就很火大 很想要罵人 好 然後呢 輪到我講到那一天 他們就要求我 邀請我畫畫 我想說好 我要畫 那我要畫個什麼東西呢 我就在那邊禱告 尋求 你們看我畫了什麼 我想說好的 好樣的 我就來畫一個沙漏 讓你們知道時間有多重要 那個時間就一秒一秒的 哎呦 就像沙漏一樣 一秒一秒流掉了 我一定要好好教訓你們一下 呵呵呵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畫 畫畫畫畫畫 然後 畫完我想說 等我講完到 我就要好好地教訓你們一下 結果 剛好我的這個屬靈媽媽Theresa 又簡訊我 她說 MIA 你記得我要施放醫治哦 我想說 呵呵呵 後來 我講完到了以後 我想說好 我有準備要釋放這個信息了 要讓你們知道 這個時間是寶貴的 要把握 把握 把握 把握時間 然後準備要釋放信息的時候 忽然間神就跟我說 她說 你以為時間就這樣子沒有了 機會一去不復返了 對吧 她說 可是你看看 Oh by the way 就是我在畫這個 這個 Sand Clock的時候呢 神忽然說 你旁邊給我畫一隻手 拿著 所以這是神叫我這樣畫出來的 不是我自己設計的 然後我就把它畫好了 然後後來呢 我準備要釋放信息的時候 神就跟我說 他說 你以為時間就這樣 像這個沙漏一樣 一滴一滴這樣沒有了 對不對 然後很可惜嘛 浪費時間嘛 可是我不是這樣看的 你有沒有看到那隻手 那隻手就是我的手 你覺得時間都沒了 那個沙漏的最後一滴沙 都已經到底了 我把它翻過來 重新一下又有了 我看了以後就傻眼 我就說 是是是 神 You are in control OK 時間都是你的 然後你是 God of second chance 他說 對 我就是給第二次機會的神 所以呢 下面這些印度的弟兄姊妹 全部都是我的寶貝 你不准罵他們 你要讓他們知道我有多愛他們 時間 機會失去了 我可以彌補 有時候非常的火 可是我還是順服 他說 你們知道嗎 這個手就是神的手 你覺得時間沒有了 浪費掉了 可是神說 還是有 神今天要大大的釋放 醫治在你們裡面 後來神就跟我說 call out 誰手有問題的 尤其是右手 我要醫治他們 所以我就馬上照著神所說的 我就call out 說 當中誰有手有受傷的 需要的醫治的 可以出來哦 然後這個 當下就有大概五六個女生 我們那個 那一次的特會是比較年輕人的 所以是比較年輕的 我沒想到說 年輕人還有這麼多受傷的 然後有一個 我就叫 我請他們站起來 從位置上出來 然後有一個 我想說出來 等他們出來以後 我在這個台前幫他們祷告 結果有一個女生出來的時候 她就開始一直哭 哭 哭 哭不停 然後後來我就問她說 你幹嘛哭 我都還沒有幫你祷告 我說你身體你怎麼了 她說我昨天 從昨天開始 我的手就舉不起來 我的右手 就是我畫的這個右手 就舉不起來 可是當你說 神要醫治釋放 右手 特別是右手的時候 然後我從我位置上站起來 神就醫治我了 所以她就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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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所以我想要講的就是 神醫治的方式有很多種 祂是一個有創意的神 重點是我們只要 注意聆聽祂的聲音 跟祂一起partner 我跟你保證絕對會百發百中 要不要試試看 想要試試看嗎 因為我們的神是非常有創意的神 你看這個 來請大家唸 約翰福音二章六到八節 你看 神是不是很有創意 耶穌行神機是不是很有創意 祂還要先倒滿水 祂可以直接就說fill up 就說把那個命令那個剛變滿酒 就馬上就有酒了 可是祂是先倒滿水 然後還倒滿水 然後再把水變成酒 有沒有覺得很有創意 而且還有沒有發現一個點 祂使用人 跟祂一起partner 一起合作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祂可以自己說有就有 可是祂先叫人把水到滿缸子 再把缸子的水變成酒 所以我真的相信神要來大大使用你 因為祂要來跟你合作 因為祂樂於跟你合作 當我們跟神合作的時候 那個關係就是特別親密的時候 就好像兩個人在踩那個腳踏車 有兩種前後兩個人的那種叫什麼車 協力車對不對 兩個人必須同心合一 一起來做這件事 不然就會踩不動 所以你今天下午也要跟神一起合作 預備好了嗎 神樂於跟你合作 一起開創創意 來這個 馬太福音17章27節 你看這個 這個比單單變出一堆錢更難 因為這個需要大自然的配合 是不是 需要大自然的配合 神型的神機真的都是很有創意的 如果沒有創意的話 就不是超自然的神機了 就不是超自然了 你看這要跟大自然配合 破壞那個大自然就是超自然 阿們嗎 預備好破壞大自然了嗎 我們要求神開啟我們 讓我們能夠更多的聽見神的聲音 更明白要怎麼去破壞這些自然 而待下超自然 我不曉得這個能不能看到 這也是一個有創意的見證 我一個學生 帶他在台灣服飾的時候 他是 他是 Bethel的學生 對對對 有嗎 有 有動喔 可能是我 對 因為那個是一個超自然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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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丁姐妹用扣子在这边为大家发育年 那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位姐妹瞬间得了医治 来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好 应该是这样说 今天早上今天有个服事 那我们有个聚集 然后我们的牧师刚刚从伯特利回来 然后就说他有制作的卡片 让我们每个今年的每一个人可以抽一张神给对我们说的话 那我抽起来的时候 上面写了一个伤痕得医治 然后我心里就有点疑惑 那我自己本身有操练 那如果觉得我的生命有一些过不去 我自己会得自己一一一 那如果真的是走不过去 我会请专业人士 然后我拿到这张卡片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我还有什么需要得医治的 我说我现在想不起来 所以神就说有一个突破两个字 然后今天呢 刚好有一个伯特利的整个团队过来服饰的时候 他有五个摊位 五个服饰方式 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 他在介绍的时候 我说那个有一个摊位 就是那个扣子那个摊位 我不会去 因为我有想要去别的摊位 很奇妙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就往 那个方向其实我已经忘记了 那个摊位是什么 用什么来服饰我 然后我刚好前面呢 有一位弟兄服饰蛮久的 一般来讲我会观察他用什么 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他是用什么来服饰我 就一坐下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服饰的姐妹就说 我跟你祷告以后 就大概十秒钟而已 然后神要 然后他就拿了一罐 那个整个扣子 我当场真的撒住了 我真的很怕扣子 我一看到扣子 我会起鸡皮疙瘩 我很多衣服我都没有扣子 即使有扣子的话 我也不会是一个个扣 我会用套的方式 可是当他帮我选的时候 我完全不害怕 然后他就选了一个黄色的 小小的一个黄色 然后说是喜乐 我马上就哭了 因为我那个怕扣子那种感觉 完全消失了 我就跟神说 我不要找原因了 因为我得医治了 我不怕扣子了 所以之后他有讲了一些 让我一些突破的事情 可是都是很靠闷 我很感谢这个服饰团队 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 从一早上开始 而且他的速度很快 神要医治我的伤痕是非常快 因为这个姐妹有讲了一句 她说 今年我的速度会非常快 遇到很多事情 关卡是非常快的 我是觉得很难 谢谢主 真的还怕吗 不会 对真的 所以神使用创意在瞬间 医治了这位姐妹 心中的恐惧 那我现在要祝福 看这个影片的人 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用各种创意的方式 来医治你心中的恐惧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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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所以在右边这个 在右边这个 在右边这个是我的团队 我的学生从伯特利 这个是几年前 Asia for Jesus 请我去分享 然后我就带了一些团队 Bethel的学生跟我一起到台湾 那这一个姐妹是 她是中国来 加拿大中国人 那时候她说她自己 她想要参加是因为她 想要来台湾 然后她想来帮我 可是她不觉得她自己 有这个资格 站在这个 就参加这个创意团队 因为她说她自己是没有创意的 她也不知道要干嘛 她也不会画画 是个家庭主妇 所以后来我就送给她了一瓶这个扣子 我说你就用这个扣子 发预言吧 她说蛤 我怎么用这个扣子发预言 我说圣灵会带领你 所以后来她就用这个扣子 在就是我们有个桌子 她就开始帮人家 在那个桌子上面 给人家放扣子 让人家选 然后开始对人家发预言 然后神就使用了她 就使用了这一位家庭主妇 带下医治 把一个很怕扣子的人 现场就立刻医治她了 所以不管你今天来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是一个在教会的传道人 或者是你是家庭主妇 或者是你到底觉得你对创意这一块 有没有这个天分 台湾叫天分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在你里面 神今天要借着你的手做大事 阿们吗 预备好了吗 肯雅团队 哈啰 我好像比你们还兴奋 我很开心当Pastor Chen说 这是团队是要去肯雅的 我说 我终于能帮助 所以我们等着看 等着看你们钓大鱼 我要听见证 来这个 这张画是我在领袖特会上面画的 博特利领袖特会 然后 我觉得说 这个画是一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pilot 是一个飞行员 可是你看这个飞行员 他 在干什么 射飞机 对不对 他 应该是要 坐在上面 他没有坐在上面 他在射飞机 当时神给我的启示就是 因为这是给Leader的 给Leaders conference 在Bethel 所以去的人 基本上都是 我这一行的 都在服侍的 所以我觉得神在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回转向小孩 我们要回转向小孩 不要把事工 当成一个重大的一个 不要太公式化 不要太公式化 不要太 You know 就是你要回转向小孩 你要把你的事工 当成玩具一样玩 你玩得越凶 你遇到的神迹就越大 我跟你保证 你要回转向小孩 你的心思意念 都要向小孩 所以你看这个pilot 这个飞行员 当他没有 飞这个飞机 而是玩 他手中的这个飞机 飞机就是他的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就是ministry 当他在玩的时候 神就让他怎么样 不是只有飞在天空 而是 翱翔在宇宙 然后他射出去的 你看他的事工 就射到science and wonder 宇宙 这个无限浩瀚的宇宙 带下神迹奇事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我们的思想要恢复像小孩 因为你想要经历超自然 你就必须放下自然的文化 阿们吗 你如果头脑一直活在自然界 你是没有办法经历超自然的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做的 就是要renew我们的mind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思意念 会一直跟我们说不可能 祷告一次就够了 不可能好 就这样了 可是超自然并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回转我们的心思意念 像小孩 小孩子是不容易放弃的 他会跟你拼到底 有遇过吗 所以我们要回转 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把那个手放在头上 我们来祷告 好 我讲一句跟着我讲一句 主耶稣 我把我的思绪交给你 你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转换我的想法 让我回转向小孩 让我进入超自然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弃绝所有的不可能 给我一个孩子的心思 勇于冒险 影像超自然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因为即将要发生的事 是我们用人类的大脑 无法去想象的 这个 我刚刚说的我是这个 我画的画就是 stick figure 就是这个 火柴人 真的画得很烂 但是神就是很妙 神就是特别喜欢选这种 很弱的这种人 然后来 来显明他的大能 所以呢 有一次我被叫上去 就是第一次被叫上去特会 然后要做一个这个 要在特会上面画画 那我刚刚说的 我们特会上面都是高手 那 那时候我不知道要画什么 神就跟我说画一只老鹰 我想说老鹰 我不知道怎么画老鹰 我就上网去找 我发现那个老鹰的翅膀很难画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不要画翅膀 我就贼一点 我就只画头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老鹰的头 来画他的头 然后 那个图片就只有头 所以我就说好 我就照着画 这个中文叫什么 凝膜嘛 是不是凝膜 我就一笔一笔这样照着画 那 这个 眼睛 我不知道怎么画 我发现那个眼睛超难的 那我也不 我不会画 所以我就上网 我就是YouTube 然后就是 怎么画一个老鹰的眼睛 How to paint an eagle eye 然后上去 然后还有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教导 我就一点一点的学 一点一点的学 那 我们通常在伯特利台上敬拜的时候 都是有大概四十分 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 可是以我的速度 我是非常慢的 我不可能就是 一张画在 我不是那个迪士尼的老先生 我没有办法画完 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备 预备到九层 差不多九层好了以后 最后再上台把它touch up finalize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 一直画这支老鹰 然后 然后 后来我就 后来我就 我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 那羽毛我也不会画 我本来想说不要画翅膀 结果没想到眼睛更难画 可是当时 当时是我在伯特利第三年 我一点都不觉得这张画好看 因为魔鬼一直在试着欺骗我 他一直在跟我讲 好丑好丑 画得好烂 这边画得不好 那边画得不好 所以呢 我一直觉得我画得 就是很不行 然后到了台上我也觉得 我带了很多的这个 guel and shame 很丢脸很丢脸 这样子 结果 没想到 那个画完以后 我们画拿去展览 有一个姐妹 从我的画前面走过去 就是因为特会 所以我们教会大概有上千人 然后都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来 那最后特会完的时候 我们画就会拿去那个展览 一个展览室 然后有兴趣的人就会进来看 那有一个姐妹 她是德州来的一个白人 她经过我的画前面了以后 她看着我的画 那个画很大 大概就是非常大 她就这样盯着我的画看 然后看一看 她就忽然间大叫大哭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完了 记得我刚刚跟你讲说 我对我的话很没自信嘛 我想说死了 难道伯特利第一招 赶鬼 要在我的画上面发生吗 她为什么大叫 为什么大哭 完蛋了我要去赶鬼 结果 后来呢 我就不敢去跟她讲话 我叫我的学姐去跟她讲话 我学姐去了以后回来 她说 蜜亚你是你画的 你自己要去跟她说 我就 好吧 我就跑去跟她说 你还好吗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吗 为什么你在大哭大叫 然后这个时候她就开始笑 她说我很好我很好 然后我说那你怎么了 那刚刚发生什么事 她说我呢也是一个画家 我是这个抽象画画家 那我本身对这个圣灵 没有什么问题 我常常跟圣灵聊天 我跟耶稣也是很好朋友 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一直跟阿爸天父 有一个隔阂 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天父的爱 今天当我从你的画前面走过去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声音 叫我看着老鹰的眼睛 然后她就说 当我看着老鹰的眼睛时 我忽然间感觉到天父的爱 往我身上冲冲冲冲冲 我被浇灌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到 天父的爱这么的深 这么的浓厚 她说我跟天父的关系已经恢复了 而且我一直有忧郁症 刚刚神也在那一刻医治我了 我的人都没有在旁边 画就是像那样子掉在旁边 那样子人家经过 神就叫她看 看了以后 连忧郁症都好了 所以神要的不是你厉不厉害 会不会画 有没有创意 神要的只是你的yes 只是你听到了以后 愿不愿意去做 她可能叫你画一个人 然后也许你觉得我不会画 我画不出来 可是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 然后绝对会有神机发生 因为神奖赏冒险的人 神绝对会奖赏冒险的人 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小孩子 有没有跟小孩子一起做过project 有没有 有没有 小孩子做project的时候 我是自己有做儿童主日学老师 我就有教小朋友 所以我知道 当教小朋友做个project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旁边看 随时都在帮他back up 对不对 万一做错的时候 我们会帮他修正是不是 绝对会帮他擦屁股的吗 是不是 重点只是要让小朋友去试试看 画出去 所以神也是要你画出去试试看 不要害怕 他会帮你擦屁股 而且会奖赏你 绝对会有奖赏 就像小朋友跟我们做project 他做对了 做好了 会不会鼓励他 一样的意思 好 我想要来这个 挑战你们一下了 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来来来 嗯 你们跟隔壁的都应该是好朋友吧 没有吗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可能要 起来这样子转一转 对对 找一个你不认识的 我们先来一个这个warn up 一下 好 现在找一个不认识的人 也不用跟他讲太多话 只要你不认识他 不熟的 不认识的 然后你看到他以后 你不用跟他说话 因为你要跟你对话的是神 不是他 然后你就为他领受一个东西 创作出来祝福他 我不想要限制你们一定要画画 如果你想为他 唱一首歌 写一首诗 跳一个舞 也是可以的 可是重点就是 诶 应该不用讲话 诶 应该不需要讲话 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然后 对 然后就可以开始 好 来 大家 focus 看美丽的Mia 来 刚刚大家有没有 都得到祝福啊 有没有觉得很被鼓励 有没有 有吗 好 现在换你们的这个见证时间了 如果你觉得你有被感动到 来 这边有麦克风 欢迎你上来分享一下 有没有 大家怎么变那么安静 这是台湾吗 台湾就是这样吗 不用害羞哦 你的见证可以变成下一个人的预言 或祝福哦 好 来 Jesse 来 因为这是我家 所以很像厨房 全家 没有 我很感动 就是这个姐妹 帮我画的这张图 她说 我是领受天国的钥匙 哦 很棒很棒 然后其实她刚刚的分享当中 最让我感动的是 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但她真的不认识我 她说呢 就是她看到一幅 一个画面是 我就是像很喜乐的一个女生 然后笑着 然后我的手中甩着一把钥匙 然后那一把钥匙里面有像很多珍珠啊 很漂亮的装饰 然后说哇 上帝是很懂我耶 不会只是给我一把普通的钥匙 因为我就是属于喜欢 Bling Bling 的人 她连钥匙都帮我相忙了 宝石跟钻匙 她说这是 领受是让你可以到天国上面的一个钥匙 可以打开很多她的奥秘 我就说 哇好我 因为我也是很很就是不正经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很像我会做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就是拿钥匙这样甩啊甩啊 对 但是她也让我就是感领受到是 我要活得更像小朋友一点 然后因为常常当领受到一个阶段 你真的会很容易在一个框架里面 那今天Mia的领受也是 我觉得就是要让我更像小孩子一点 来到神的面前 对 才能够发挥我们的创造力 Amen 好谢谢 谢谢Jesse 来 还有没有 来 这位弟兄 哇很特别的礼物喔 这个是 这个 3D了 这位弟兄把2D变成3D 3D了 你看 他像什么 树 然后又像什么 雨伞 火箭跟树 哇 所以她领受两个重点就是 我像火箭一样冲冲冲冲 真的 我老婆常常看到的就是我的车尾灯 我就冲到前头 然后她记得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再来变成一棵树 就是说能够 能够 能够过去服事的这个经历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 所以 就是能够来建造人 建造人 也要像树一样 向下扎根 向上成长 然后更 更稳固的 更稳固的 持续的持守 持续的持守 能够成为人的帮助 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 哇好棒喔 哇 这个3D的素 很棒很棒 来来来 还有没有 那边刚刚 你们 那个 好 欢迎Sean 来来来 谢谢 那个 刚刚Ray帮我祷告 然后他就画了一个 saxophone 对 然后说我要用音乐来祝福人 但是 但是那个 我很久没有 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 一下下 然后 很久没弹钢琴 最后一次弹是那个 昨天在Western家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玩钢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去玩一下 二十几年没有弹了 对 然后弹的 他们应该也听得很痛苦 我就是 一直在找那个 因为下面有时候 那五线谱画了很多线以后 就开始要 Dose La So Fa Me Re Dose La Re Re Dose La Re Re 然后就找到 OK 找得很辛苦 所以我也不知道 对啊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就 我领受这样子 对 然后刚好昨天也是有 有去玩这个钢琴 我觉得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巧合 然后昨天也是有一个 意念 在弹钢琴的时候 就觉得说 如果可以弹一段 爵士 那就好了 然后 Saxophone 我觉得蛮 蛮Jazz的感觉 哇 谢谢 很棒很棒 我觉得你不只是要开始 玩音乐 还要把音乐 带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奉耶稣基督灵 祝福你 开启你 重新开启你 这一方面的恩赐 那边 对对对对 对对的 那边刚刚有人在弹琴 Claire刚刚为我祷告 她就说她看到一个笨斗 然后再看到灰尘 很多很多的灰尘 然后她祷告完之后 我就说 我每一年过年要回家 我们家因为有五层楼 有120几平 我每一个年回家的最大的工作 你猜是什么 然后因为高雄的灰尘很大 所以我每一年回去 我的压力就是我要打扫 所以我回去第一件事 我是要先去买适合的扫把跟托把 还有那个刷子 所以她看到的完全就是正确 因为我想到回家 我的脑袋里就想怎么办 灰尘这么大 有五层楼 五间厕所要打扫 在家顶楼 我该怎么办 然后还在想说 我明天是不是要请家回家 因为刚好有客人要来 要住我们家 我想说我姐一个人没有办法打扫 我是不是要请家回家一天 先打扫了 帮她弄好了房间之后 让客人来 我再回家 再回台北 所以她祷告刚好就是 我的痛处 但祷告当然不会只停留在辛苦面 那这个 接下来的盼望要请Claire讲 因为我自己讲不太清楚 然后因为我开始 就是Mia你在祷告的时候 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闭上眼睛 我就看到笨懂了 然后我就想说 是因为你这里有什么形状 什么笨懂 所以我眼睛一闭上 跟我的脸没关系吧 然后反正就这样过去 那我要 我们开始要操作的时候 我就闭上 我说什么东西啊 我搞不清楚 你可以再跟我讲清楚 一点吗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生 她穿着裙子 也是身上灰灰的 我说是灰姑娘吗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对 你看到那个笨懂 这个灰姑娘是一起的 是一组的 然后我就说 那我要说什么 她说你说了 你开口了 我就会告诉你说什么 这样子 那我就看到 那个Amy 她就回应我 回应我之后 我就跟她说 刚刚耶稣 我看到神告诉我说 不用担心 你们 她就说 她跟她姐姐 你们 你们会一起穿 我会一起 跟你们打扫 然后最后 你们身体这些灰尘 都会变干净 然后 那双金铝鞋 会很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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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哦 哦 so good 哦 好棒 好棒 然后 Amy她给我的回应 她看见一个 钻石戒指 是 然后我就想到 那个钻石 就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装饰 就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 钻石戒指 是 那我就看 我就 我就回应 我就心里那时候 我还没有讲出来 那是我的结婚戒指 然后那个戒指是 就是很普通 可是我很喜欢 没有什么装饰 然后她就送我 一首歌 然后那首歌 我知道旋律 可是我不知道 那个歌词 后来我去找了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 她说 她说 这是什么 主以 等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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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你是为了 接受阻碍 被拣选的人 哇 然后 就是 她说 在你生命中 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然后 我就 后来我就觉得 神在跟我说 真的我 因为 我要讲 就是我先生 她其实已经过世了 可是 其实我 她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丢弃我 就是 神还是很眷顾我跟孩子 然后让我的生活 其实是 是丰盛 是 所以我就是感谢神 耶稣特别爱寡妇 对 所以你是被爱 特别特别被爱的 她很眷顾我 你是VIP 谢谢 谢谢 哦 so good so good 来 还有没有人 想分享 有感动的 来 不要害羞 好 好 来 大家好 婉宣 我是那个 菊光教会的 然后要去肯亚的团队 然后我刚拿到一张 就是 这位姐妹帮我画的 我还来不及问她名字 她说不要害怕 只要信季节 时间 不会白白流 是 橘子的外皮虽然斑驳 但剥开来却无比的甘甜 然后上帝提醒她 特别画那个橘子外面 那个 斑驳的部分 然后我就想到 就是 过去 因为我也32岁了 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我就是32岁 然后 然后我就 过去有段日子 我就 我觉得 做了一个 不是 很讨神喜悦的决定 然后 也觉得 就是 就是 这些日子 就觉得好像 有点挫折 就觉得那段时间 是非常挫败 然后后来 我去读深培 然后有 被恢复 然后 顺便推一下深培 21届 很棒 然后 就是去读深培 然后就有点被恢复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进入到 下一个季节里面 然后 但是回头看 我就觉得 那些日子好像 就是 有时候会觉得 很浪费 或卡在那边 但是她就 回应到我说 即便外表 看起来斑驳 但是她剥开的 里面是 非常甜的 就是 即便过去那些日子 好像不是那么讨神的许悦 或是很挫败的日子 但是对我的人生 也是加成作用 也是神依然祝福 那些 我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光线亮丽的日子 对大概是这样 谢谢大家 哇 你看 一个橘子的图画 也可以祝福到人 我真的觉得好感动 我真的很惊讶 忍不住想哭 因为 其实刚刚这个姐妹 这位姐妹 我叫婉萱 婉萱姐妹 对 她们很乖 都没有讲话 这个有遵守规则 很专心 没有介绍 这样子 非常好 真的都不认识 对 就是她 她一开始就是跟我说 就是我不用靠 靠自己的能力 然后就可以得着神的喜悦 这样子 那其实 我觉得 她在讲应该是我真的对天父是这样 我一直是觉得自己要很多努力 但是我觉得神最近也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 就是说 只要我的同在 你就是我所喜悦的这样子 那 这段我很感动 可是后来她讲到我小孩 我就开始忍不住落泪了 因为她还有三个颜色 她的字还有三个颜色 她就说 你的三个孩子就有三个颜色 他们都 神创造他们都很不一样 我好像感觉你很努力 想要把他们引导到一个样子 但是神说 你不用靠自己 就神 神的同在 你只要有神的同在 陪伴他们 那他们自然而然会成为神创造的样子 阿们 然后更感动的事情 是她突然就跟我说 有一个孩子的生命会充满橘色 她说感觉是会被神大大使用 然后她接着就讲了一个 类似我儿子的名字 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儿子的名字 你有看到吗 然后最夸张的是 因为上上礼拜我们有上那个 Justin的课嘛 那天我儿子回家就有跟我说 旁边有一个姐姐帮她祷告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知道 她说她问我是不是很喜欢打篮球 她画了一张画 就是她在打篮球 她鼓励她 然后就是这位婉轩姐妹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偶然 就是上次她跟我儿子做 然后鼓励我儿子今天跟妈妈做 然后感谢主 我说眼泪真的停不下 然后神你真的好幽默 我们的神真的是无比幽默的神 这位置真的没选 我刚才坐这边 我老公叫我坐他旁边去 然后就坐到了婉轩姐妹隔壁 真的神超幽默的 神超幽默的设计 连续两堂课 而且我们今天本来没有要上课 你知道吗 后来我老公突然就说 不是要上课了吗 赶快上去 感谢主 我就碰到了 哦 beautiful set up 神美丽的这个设计 哇好棒好棒 感动感动 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的 来 大家好我叫乙涵 就包括我现在会自己举手 然后走上来 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就是我从小的个性就是 我绝对是在人群中不会被发现 我就是会躲起来的人 然后我不喜欢被发现这样 然后刚刚这位姐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你 爱玲姐 对刚刚 我是爱玲 爱玲姐 然后我叫乙涵 对 非常守规则 然后爱玲姐 画了一只鸟 然后我坐在这只鸟的翅膀 就身上翅膀上 然后这个鸟是 就是父神 然后他跟我说 神要带着我飞去 他要我去的地方 然后不是我 不是我自己去探索或什么 对 然后就是要让我有 可以有新的眼见 或是新的 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眼光 然后我的回馈是 因为我还不到一个月前 我刚从研究所毕业 然后在我的人生 在这段 这之前我一直都是念音乐 然后我也觉得 我就只会 我就是只会唱歌这样 然后也是因为 嗯 可能就是神也有给我这个恩典 就是我 一直癌症都 就是大家都觉得唱很好 然后老师什么 大家就觉得我 就是应该要 继续唱神乐这样 但是我就是觉得 那不是我的路这样 然后我就 反正就是很 坚决的觉得 我就是不要了这样 然后 虽然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我要 往什么方向 就还是在摸索 因为也刚毕业这样 然后 就刚刚艾琳姐 帮我领受这个 就是 说 我不是自己在摸索 是神带着我去看 阿们 是 哇 好棒 好棒 因为我看到她 就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女孩 所以我在想 她需要一点冒险 然后就有这个图画来了 说 神要把她放在翅膀上 带她去 神要她去的地方 去开展她的眼界 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面包 而且是从高 非常高的地方 很高的高度 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完全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对人生她会有一个非常新的看法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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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写给我的是字 哇 很好很好 可不可以 我没有戴眼镜 我没有戴眼镜 就是 我会爱玲姐领受的是 你的敬巴和赞美是你最有力的武器 然后你的祷告是 是使神的旨意成就的一个很大的推手 然后还有一个领受是 爱玲姐身上有传福音的恩膏 就是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别人的心是很容易敞开很容易接受 然后最后一个祝福是 就是祝福爱玲姐 健康强壮的一直到最后一口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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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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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很棒很棒 所以 这个 有没有觉得 跟一般在为人祷告祝福 发预言不太一样 对不对 当你做 创作一个东西出来 我觉得 这个会是 这是为什么我 会乖乖就是创作 因为我以前常常觉得 我帮人家发预言 讲一讲就好了 可能花我三分钟 可是我创作一个东西 可能要花我三十分钟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 可是后来我学到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精髓 就是 当我们用嘴巴这样发预言 可能三分钟发完预言了 那过了三天以后 这个人也忘了 可是当你创作一个东西 专门给他的时候 那个精心的设计 是会把你的预言带到另外一个境界 阿们吗 对 对 因为他只要带回去 像刚刚那个弟兄 有拿到一棵树 3D的 对 火箭 火箭树 当他回去以后 放在他的这个床旁边 床头柜上看到的时候 他就想到那个预言 想说对 我是一支火箭 我要继续冲冲冲 我不能停 所以这就是当你愿意去创作 神会给你跟他partner 神给你特别的恩膏 让你所发出来的预言 就是百发百中 加上做一个东西 就等于是一个确据 一个印证 当他每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你说的话 这个就是小心机阿 所以这个就是 请大家多多的操练阿 去肯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做 可以在家里就开始做 然后到那边就送人 用写的 用唱的 你想干嘛都可以 对 我们那不是很多的 台湾有很多的这种 手工劳作的地方 什么中国节阿 whatever 就是发挥你的创意 OK be wild you have permission to do this alright 好 我们现在继续下半场 我要来 让大家操练一下 听一下这个见证 听一下这个见证 这个呢是我在博特利的时候 有一次在前面为人祷告的时候 遇见的一个姐妹 我那时候跟她不是很熟 她是从国内中国大陆来的 所以会讲中文 在聚完会以后到前面来找我 嗨 大家好 今天有海燕跟我们在一起 那在两年半前 海燕第一次到Bethel的时候 她在聚完会以后到前面来找人 帮她祷告 因为我是一个华人的脸蛋 所以她就跑来跟我 请我帮她带倒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牙痛 然后我就想医治 让我的牙不痛 然后我就跟Mia讲了 然后她那个的医治祷告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她直接跟我说 以前上帝就赐给我别人的信仰 我现在祷告 让上帝也赐给你信仰 我觉得好惊喜的一个祷告 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完全忘记这回事了 那今天海燕很开心的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对的是个好消息 我也很惊喜 我要分享这个上帝的恩典和荣耀 就是上周周二 我祷告过那个牙这两年呢 就是没有拔掉 但是它已经破碎到 在里面不能起任何好的作用 还会使牙银发炎 后来我就决定去拔掉 把周二拔掉以后 周五的早晨 也就是三天以后的早晨 耶稣死而不活的日子 到早晨 然后我一波有一个尖尖的骨头的感觉 我说要到医生那里再重新看一遍 然后呢 去了医生 然后医生怎么说 去了以后 因为是沟通交流语言的问题 医生和护士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们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职 就赶紧把我这个长出来的骨头尖 又 cut掉了 然后他们用英文跟我和先生解释 说我之前工作是非常好的 clean干净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隔上又长 冒出了一块 我就又已经给 cut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感动说 只有长新鸭才会是骨头又长出来 哇 我就非常又感动又难过 我说爸爸我知道这是你行了神迹 但是孩子好愚拙呀 浪费了你的恩典 但是我知道在新约里头 耶稣说我饶恕你们七十个七次 我说爸爸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因为我相信你是赐生命的神 你是再一次能够按照你的命令和应许 来做成在我身上的神 我就又从神再要一颗新鸭 这次是有祷告的 因为前一次我没有祷告 我就忽略了神的这个恩典 那这个是周五的事情 周六的那一天下午我一摸 后面又长出来了 哇 来吧 大家好 今天有海燕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以赛亚书43章19节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耶稣医治病人是超有创意的 我们刚刚说行神机很有创意 耶稣医治病人也很有创意 有没有他那个 吐口水 是怎样做半家加酒吗 吐口水 还是那个 中医副告药 然后还会叫人去石子里面洗 洗几次对不对 他的医治不是 也有那种说好就好的 可是也有透过创意的方式得医治的 所以我们的神是有创意的神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使用我们的创意 来去释放医治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能做的我们就能做 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有做儿女的权柄 那跟大家讲下面的故事 这个是我在瑞士 我有年去瑞士 那在瑞士的时候我在教这个儿童 儿童的这个事工 然后当儿童在这个儿童主日学里面的时候 那个大人正在大堂聚会 那我就跟这些小朋友讲 我就说 来 你们想想 你们现在呢 开启你们的这个想象空间 我跟你们说 外面这些爷爷奶奶 阿姨叔叔们 都生病了 你来想想看 现在耶稣要医治他们身体的哪个部位 然后你把它画出来 我就叫小朋友开始画 然后呢 我就一边走一边看 然后领受 我就要带几个小朋友出去大堂 要释放那个医治 这个时候我经过这个小孩旁边啊 我看到这个小孩 把他画了一个肩膀的画 画完了以后呢 就给我把他揉碎 丢到垃圾桶 刚好被我看到 我就说 欸欸欸你在干嘛 然后他就说 丢到垃圾桶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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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起来捡起来 然后他就很不甘愿的去把它捡起来 我说给我看 打开一看 一个肩膀 我想说好就是你啦 我就把他拉去大堂 小孩子跟小朋友在一起真的很妙齁 那个时候大堂 刚好就圣灵齁 就有点卡卡的下不来 一直医治都还没有被释放出去 结果带了大概四五个小孩子出去 我就让这个到台上 分享他哪里 他领受到哪一个身体的部位 需要得医治的 他的话是什么 他就说 我领受到的是这个肩膀 然后当下就有一个这个太太 我们说有没有人啊 肩膀需要得医治的 这个太太就举手了 然后我就让这个小孩子去为他祷告 他就把他的话 拿来按在这个太太的肩膀上 结果发生什么事啊 完全就得医治了齁 哇 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有意思吧 对不对 一个小孩子 对他自己的话完全没自信 是不是 可是 因为这个神迹 会不会改变他的一生 你相不相信神也要改变你的一生 相不相信神也要让你经历到 跟他合作是多么的这个有意思 一个连你都看不顺眼的一幅画 自己都看不顺眼的一幅画 神都会使用他 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跟这个医治祷告的这个渊源 我小时候从小就是常常跑医院的 我住院不知道几次 已经数不清次了 所以当我就是开始接触到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做一个这个医治的 就释放医治的一个healing evangelist 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 医治步道家 对 我根本不想做画画的 我觉得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我干嘛要画一幅画 所以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看到医院的那个床 全部都空出来 因为我知道住院多么痛苦 可是神就很有意思嘛 他就是常常喜欢挑战我们 anyway 那我以前都会觉得 可能要某一些人 才会有这个恩膏 有没有这样想过 某一些神特别拣选的人 或是在台上讲道讲得很厉害的牧师 他们才有这个恩膏来释放医治 或者是 因为我自己我刚刚说过我本身也是 身体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那个病人要很有信心 如果这个病人信心不够的话 那这个医治就下不来 有没有听过这样 对 所以我以前都会这样子想 要么这个祷告者呢 要非常的有恩膏有地位 神力要很强 然后呢被祷告的这个病人呢 信心要很足 不然神迹就不会发生 可是当我第一年到伯特利的时候 就发生了让我傻眼的一个事 我到了伯特利以后 我们那边有一个医治祷告室 每个礼拜六就固定在同一个场地 然后就有世界各地 想要身体被得医治的人 进去那边被带到 那我姑姑她就从南加州到北加州来看我 那因为来看我的话 我就带她去医治祷告室 那我们医治祷告室设计的有点像个医院 就是你进去要填单子 对 要填单子 然后想说你身体上有哪个部位 要得医治的12345 哪个要写出来这样子 然后你那个单子 就会给你一个木clipboard 一个甲板 然后你就拿着那个甲板 好像看音声一样 然后就会有人来帮你祷告 然后呢 我以前还想过就是 就算你要有恩 除了你要有恩膏之外 你自己本身要是 是要一个没有疾病的人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身上一大堆问题 自己的问题都搞不了了 我还搞别人的 所以我应该不会有这个恩膏 我不会有这个恩赐 所以自己本身要先健康 然后要灵命很强 然后对方呢要很有信心 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神迹 这是我以前的这种想法 那 然后我姑姑就拿着那个板子 板子上面写什么呢 她就写说她心脏不太好 然后她有这个Ellergy 她会有过敏 有时候皮肤会不太好 还有一个就是她的耳朵 她的左耳 已经就是聋了大概三十多年了 听不见 然后写了这三样 然后她就进去了这个医治祷告室 那因为她不会讲英文 所以我都在旁边陪她 那轮到她的时候呢 就有三个人来帮她祷告 三个人 然后那三个人呢 一个 一个是好像学生 Bethel学生实习生 另外一个就是Volunteer 其实三个都是义工啦 Volunteer 没有一个牧师 都是学生 然后不然就是当地的这个居民 然后其中一个 还坐在轮椅上面 那个轮椅不是普通的喔 是电动的 你就知道 可能连手都没有办法去移动那个轮子 才会做电动的 然后喝东西 还是用吸管这样喝 头好像也不太能动 然后他们三个 一个小弟 比较年轻的那种 读书的那种年龄的一个男生 然后另外两个是当地的居民 然后来帮我姑姑祷告 然后他们就看看这个板子上的这些病例 然后看了以后呢 就跟我姑姑说 我们可不可以先为你的耳朵祷告 然后我姑姑说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为我的耳朵祷告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啦 我帮我的心脏 心脏跟这个过敏祷告 因为这个耳朵已经聋了几十年了 没有笑没有笑的 然后他们说 让我们试试看吧 The reason 为什么他们要先帮我姑姑的耳朵做祷告 你们知道吗 对 因为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可以知道他有没有领受到医治 因为心脏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医院 然后过敏的话不是随时都过敏 所以 可是 可是如果是听力的话 可以马上知道 神的手有没有在动弓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就这样跟我姑姑讲 我姑姑就说好吧好吧 就帮我耳朵祷告 然后他们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祷告 大概三分钟吧 三分钟不到 然后问我姑姑说听不听得到 我姑姑说No 听不见 他们不放弃 再做一次祷告 第二次祷告的时候就测试 看我姑姑听不听得到 这个时候好像有听到一点点回音 然后他们说那我们再试一次 结果第三次祷告 我姑姑的耳朵就开了 前后不到十分钟 然后我姑姑开心的拿着电话 用左耳打电话给我鼓掌 我的耳朵好了 我的耳朵好了 到现在已经 这是2015还2016年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她的耳朵还是开的 所以我觉得神在那个时候让我学到一件事 这个病人完全没有信心 她说你不要跟我祷告这个 一点信心都有零分 OK 然后祷告代祷者 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有名的Randy Clark 对不对 也不是比尔强森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爱主的信徒 还有一个姐妹是坐在轮椅上的 自己问题都很多 可是当他们三个一起起来 为我鼓鼓祷告的时候 神就动工了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见证来鼓励你 OK 在释放医治的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那个管子 那个管道 我们只是神借着我们的管子 像一个吸管一样 让这个需要得医治的人 可以吸到这个医治 所以有没有成功 对我们来讲 不重要 因为动工的是神 不是我们 阿们吗 我们做的只是跨出去 做这个管道 来释放这个医治 而且我们绝对要相信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已经动工了 因为你不知道 神会怎么样医治他 我有听过那种见证是当下没有得医治 回到家以后得医治的 You never know All right 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意念 今天我们帮人祷告 不是说我们需要多少恩高 多少厉害 或怎么样 或是我祷告了以后 我就很有 我就是那种有名的 这种医治不到家 或有人得医治之后 No 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管道 当你这样子的心态去为人做医治祷告的时候 你的心态对了 你所释放出来的就是对的 好 所以呢 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 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 让你们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都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耶 释放这个医治的恩高在每个人里面 大家都来领受 耶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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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 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使用的器皿 借着我们来释放你的医治 借着我们来释放你的爱 主啊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勇于为人祷告 主啊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愿意跨出去 因为我们成功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释放你的心意 你的心意就是要医治 众百姓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在这里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我要来释放我所有的超自然精力 还有这些医治的恩高 给每一位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主啊 他们将要经历比我更多更大更有意思的神迹 主啊 你让他们这一群人去到肯雅 主啊 能够经历到这种非常疯狂的超自然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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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主啊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医治祷告的手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把我所有的都加倍 分赐给他们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来哦 换你们咯 这个使徒行传 第三章一到八节 你们来看得见吗 看得见好 来来念一下 是 这一种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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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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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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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就是 观看 哈哈 我相信 观看 观看 其实我的伤心就是对话的 其实我刚才那个伤心 其实没有画出什么原因 但是我一看这个对话 我就说我看到你的指 我已经要哭了 他就说好 但问题是我的中文也不大好 我替你祷告 如果东京不行的时候 我就加英文这样行吗 我就说可以的可以的 我会尽量领受 那有问我说是什么样 其实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在这个 我认为五六年来 根本就不存在有这件事 就是伤心 我也不会承认我是一个伤心的人 那因为任何人看到我 都觉得我是非常乐观的人 非常好的人 我也不记得我自己是个伤心的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坐捷运来的时候呢 我因为要找一张照片 我就翻了那个 以前跟女儿跟儿子 儿子没有没有问题 就是女儿啦 就是青春叛逆的时候的 我就刚好翻到了 跟我的LINE的对话 因为我实在太伤心了 这种话非常多 所以我就剪了一两个贴子 放在旁边 那一百年也没有翻过 那我随便念个几句好了 因为这就是我进来的时候 我刚好翻到 这个我已经八百年没有去翻它了 你知道吗 那就是类似这样 就是以前呢 女儿跟我的对话就是会说这样 你不用再假装关心我 喜不喜欢怎样的生活了 你根本没有在意过吧 口头上询问只是 演关心的戏给你自己看 行为上你可是从小就演访我 过得太开心了 类似这样 我就觉得说 哎呀 做妈妈真的很难 关心她 还要说相反的 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谢谢 但我刚才真的得一致了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这个妈妈真的是 搞不清楚 我就想说我到底做是怎样 好 总之呢 我就说了 我就说对 是言语 对 我说真的就是言语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儿说话 真的很厉害 每句句戳到我这样 然后呢 那我就很谢谢这位弟兄 他祷告第一句话 我就已经信了 我就清醒 他说不要再为这些事情 很confused 我就是很confused 就想说 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 就是做事情可以做 做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是就是做妈妈烂 所以小孩都不能感受 就觉得我这个人 是个假猩猩的人 就常常不小心会想到 可是呢 这些事情完全不会干扰我的工作 不会干扰我的任何的事情 但是呢 我刚才来的时候 我就是要超级伤心 心里很无力 但是呢 祷告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 我的那个心呢 就合起来了 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它合起来 它要一合了 我不再伤心了 而且我当场就说 我觉得我已经得意志了 Amen 我不会再confused了 Amen 感谢主 Wow so good so good 哇 神这样子超自然的 就医治他的心 来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有没有人见证 见证 不要害羞 有吗 有吗 其实刚才那个妈妈讲伤心 我也是很伤心 问女儿的事情 我昨天还哭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来上这个课 我相信上帝 刚才透过一个爱天姐妹 从新竹来的 她二十六岁 二十五岁 跟我女儿差一岁 她为我祷告 我有感觉 我被安慰 那昨天还没有来画画之前 我一直在听平安夜的歌 就是连 那个有一个单脚飞翔 那个女生 她的诗歌 因为我最近才从澳洲回来 回来一个多月了 对 连玛 然后因为我想要说 我女儿很久没有回家 那我又从澳洲回来很久没有回来了 然后她又没有回家 然后当然她有住婆婆家是感谢神 但是终究是我们母女之间有一些裂痕 所以我刚才就画一个心 然后流泪流泪 对 那但是我很感谢 就是昨天我一直听那个诗歌 然后忽然有一个我去传福音的一个福音朋友 她31岁 她是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 然后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德国男朋友把她甩了 然后她很难过 然后我就是有在关心她 然后她忽然打电话给我 因为昨天已经12点多了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说 我在澳洲的经历 然后还有跟我女儿的关系 还有上帝怎么 怎么 透过弟兄姐妹牧师 关心我安慰我 然后在这个过程 我怎么去度过 在一个人 在海外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有时候会被霸凌 有时候那边很多大陆的人 然后你要工作读书 然后你还要传福音 就是街头的传福音事工 然后就是说很多的挑战 然后还有当然你要面对经济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要赚钱养自己 这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很感谢上帝给我在澳洲有一年 因为我之前我女儿在那边读书 她大学毕业了 她已经回来台湾 以前也是我们教堂的 对 我一直在祷告说 希望她神有一天 透过一些天使把她带回来 因为她现在赚钱 在台湾赚钱 可是她没有去教会 她是走那个世界的道路 那我们家以前就是很爱 传福音的家庭 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或是牧师 会到我们家来祷告 然后我看到我女儿这样子 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还跟一个牧师讲说 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我们对神没有办法交账 我就很难过很难过 然后这个福音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分享我心里的难过 然后他也分享他的难过 然后就是很感谢神 就说我今天在画 也是在画一个心 其实我还是会很难过 但是我感谢就是透过这个花花 上帝给我很多的安慰 来我们大家把手伸出来 为这位姐妹祷告 来这个姐妹请你出来为她按手 你刚刚已经领受到医治 所以我们现在要为她祷告 让她超自然的心 里面的心要完全得到医治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你的心 这个里面的这个心 神要来超自然的医治你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我们很荣幸可以成为你的 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当妈妈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当妈妈没有 以前都没什么经验 所以孩子们可能评价 也没有说很好 但是其实我们 你也知道我们都很尽力 所以我们彼此可能都有受伤 也许女儿心中也是有伤 但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把这位姐妹 也把姐妹的女儿 都交在你的手里 你亲自的医治 姐妹心里的这个伤 然后也医治女儿的 因为在爱里面 就是可以有一切的医治 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担心 我们都可以交给你 神你亲自医治妈妈 医治女儿 就像你一致我一样 谢谢你 凤主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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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 我觉得台湾可能 你们大家可能很害羞 我刚在下面看到很多人得医治 什么手不是得医治 然后手着也有得医治的 不要害羞 这个见证 讲见证 为什么要讲见证 就是要神再做一次 Testimony 讲见证就是 见证神的荣耀 然后让神再做一次 所以不要害羞 你的任何见证 不管大的小的都是好见证 今天一个tumor 一个癌症 一个肿瘤的医治 跟一个头痛的医治 都是值得欢喜的 没有是个大见证 小见证 都是值得欢喜庆祝的 天使都在天上欢喜 最后我想要请大家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你就按在那个地方 我们来一个corporate 最后一个 就是合一 这个集体的一个祷告 你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 你就按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相信神已经知道 你那个地方需要得医治 不然今天不会有大夫找到你 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你就在这里 你释放医治的天使 在每一个人身上来服侍每一个人 主耶稣因为 你是一个医治的神 凡来到你面前的 你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 主啊 我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你就在我们当中 你现在就在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得医治的地方 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我们身上的这个器官 我们这个疾病 要完全地得到医治 主啊 因为你是一个好父亲 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课 你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有好的 有 improvement 跟我讲 那今天这个课程 我们就上到这边 我有一个功课给你们 OK 每一个人来上课的 都有个功课 回去的时候就要领受 领受你在肯雅会遇到的 什么样的人 他有哪一方面 身体哪边需要的医治 把他画下来 OK 画下来 然后到肯雅的时候 找到这个人 然后用你的话来祝福他 这个游戏规则有听得懂吗 有哦 我会问Pastor Chan 我要听见证哦 对 如果你没有去坎雅的话 也没有关系 就礼拜天 对 这个礼拜就找一个人 在路上你会遇到他 对 当你的功课做完的时候 神就会把你那个人 就是 show up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